藝人Selina在西門町 舉辦首張個人專輯簽唱會 以一聲粉紅色甜美造型亮相 又唱又跳 現場上千位粉絲還翻天 Selina新專輯找來金曲歌王 向黃旗合作挑戰閩南語歌曲 之前還舉辦K歌大賽 邀請粉絲翻唱發揮創意 不過當中人氣最高的 就屬這組參賽者 一人一起到CG行 好想賣氣涼 姐妹淘一比難得在螢幕前搞笑 穿藍裝反串消黃旗 Ella則是綁著誇張頭飾 喬裝成Selina 兩人用不冷凳的台語合唱 娛樂效果十足 Selina表示 看到姐妹不計形象力挺 覺得相當感動 看到姐妹拍的 當然笑得很開心 笑完之後 我其實自己就 在心裡面就很感動 很想哭 Ella雖然是很搞笑 她習生色相 讓大家覺得還好 可是像Hebe 她為我做這個 我就覺得非常的突破 就是 就是 她模仿消黃旗 真的很像 Celina發片後 形成滿檔 唱片公司 特地送上補品 祝她早日好運 被問到是否有做人計畫 Celina笑說 一切順其自然 OK 我們努力 然後一切順其自然 對啊 也不想給自己太大壓力 因為老公是希望生男生 但我是希望生女生 對不對 那怎麼說呢 這個該由誰決定 我也不知道 那肚皮是砸在我身上 當然是希望以我的意見為主 出道13年 Celina發行個人專輯 之後將舉辦唱談會 一邊演唱好歌 一邊和歌迷顯化家常 分享她的專輯概念 這張社記者 張智燕 錦玉琦 台北報導